Miradio在YouTube频道 直播或是新节目 還有一件事千万不要忘记 这件事我当然知道 交节目月费来支持Miradio 现在除了经PayPal 还可以经PayMe、转数快 或者Patreon交月费 一代光门 何勇兴的足球世界 我最想说这段 我想很多观众 如果我们两个星期有做 都想我们来说 就是阿美思 球员在世界过来的巴塞 踢了这么多年 21年 踢到现在差不多 其实我觉得他差不多退休 34 实际上应该退休 我想他想在那里中路 上去巴塞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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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自愿违 别人都不让你收山 淚灑 淚灑镜头的钱 但我想问你 你作为一个球员 你也经历过这种心态 他对球员来说很难受 很难受 我又不明白巴塞的高层 他自动自愿 减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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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 不是减多少个% 减薪 减薪 一半 难道他现在真的 完全不能踢灯吗 不是 他刚刚拿了奖 还回来 他真的完全不能踢灯 他真的在球队没作用吗 不是 他自己不是要求真的要走 是吧 是吧 我真的很不明白 为什么会 就是巴塞的高层 管理层不要他 我想这些政治问题 是政治问题 里面的政治问题 他说什么政治 就是球员 减薪 在巴塞来说 哪怕不少害马功努 是啊 对啊 你那个球员在那里 你帮他捧多少杯 就是 是吧 拿多少成绩 是吧 21年了 不是短时间 是吧 你怎么说 整个球员的青春 都在那里 就是 是吧 很少球星可以这样踢 就是 很少球星你真的踢足一个球会 是吧 大哥 他自动减薪一半 我留下他踢多一两届都好 是啊 光荣退休 就是光荣退休 挺好 好来好开 对不对 施朗也36 是吧 施朗好像也想全会 是吧 就是 意大利球这么容易踢 他也是要求全会 是吧 哈哈 那就不明白了 真的 他转去哪里 全会 不知道 看谁要他 都可以的 他仍然有些叫了你 有些叫了你 有人去看他 当然有 不过千万不要看中超 哈哈哈哈 一看中超我暈倒 哈哈 不会吧 OK 不是很难说的 尾尾都脱了 大哥 不是很难说的 就是 唯一一个问题 有没有良出 如果有良出 我想他也会想一下 因为以前他说过 他不会踢中超 因为中超的水平太低了 但是现在不是 现在林修山 大哥要找一笔 他已经不用休了 是 钱没有人嫌多 十世都不用休了 钱没有人嫌多 是 知道施朗到现在跟他妈妈住的 是啊 是啊 因为他说 他以前出生时很穷 妈妈只是看着他 那我们说回美斯 就是 无奈要转会 喂 他说走多久也要去 是啊 是 现在去了 巴人圣日门 是吧 隔离马 你觉得 至少我觉得也有些观赏性 有的 就是大家都有技术型 是啊 有的 安巴比又快 是吧 但安巴比又要走 又要走 喂 另外想问你卿哥 你踢龙门 其实没有人跟你争 为什麽呢 只有一个位置 但是前锋门 会不会有些少少 大家一山不能藏而乎 这种问题 当然有 有些有妒忌心 特意 即是 怎麽呢 比球小一点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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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球员与球员的 关系 如果是不好的话 那对球的成绩 很极有限 这个又要领队自己 是的 团队要很留意这方面 美斯是天王巨星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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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巴比虽然现在未到天王巨星 他也是 冒起得很快 是吧 是 而且他速度高 好像文雪说 全欧洲他最快 哦 他有心力跟你踢 真的 我觉得很好 如果是美斯 比较直线他走 真的很有威胁 是吧 他這個鐵三角亦是不錯的 即是說黎馬、美斯、溫巴比這三個 還有一個叫甚麼名字 不知道是阿根廷還是葡萄牙 那個都捨得下 巴哈勝二門其實在法國聯賽來說 應該沒有甚麼對手 沒有的 不是看法國的,我都看歐洲杯 跟歐洲其他球員打過的賽事 法國裡面馬賽、李昂那些 馬賽也要去看看 現在是看星人滿 這個組合在歐洲來說算是一線的 這個前鋒組合 上次都是贏4比2 後防都很容易失球 是嗎 你對很弱的,不是勁女 你都失兩球 那就證明後衛都不是很穩陣 是嗎 我又覺得是這樣 好像 未試應該 巴哈勝二門應該挺好的 下次記得看看 沒有先未出 沒有先未出 尼馬都好像未出 是的,要王馬巴巴先 剩下來當然是西甲 以甲我們今天都不說了 西甲都離不開王馬和巴塞 馬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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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體會是一隊很穩陣 紀律性很高 即是防守是比較穩陣 但功力就是馬馬地 永遠都是一球起 兩球就像 即是不會贏得到 不知道是否教練的風格 還是什麼 西加拿波不是這樣的 西加拿波 另外一個教練西蒙尼 是什麼 阿根廷 阿根廷 是 不知道是否那些踢法 永遠都是比較保守 可能他自己本身的球會實力 也不容許他太過攻擊性 即是進攻 那可能是 即是要先穩陣一點 是要先穩陣一點 另外譬如今年的 大家知道前兩季疫情的問題 球會其實財政方面都很大問題 例如西班牙這班 你覺得不覺得他們現在受到經濟影響 不是太敢買好的 真是一線的球星 我覺得影響很大 好像金戒王馬 他走了什麼人 沒有什麼人走了 阿斯丹是否是技術教練 之前 不是 走了 現在是安插落題 是吧 前面是好 但是後面上一屆 都是有這個問題存在 難道你新的教練 沒有看過王馬踢嗎 王馬的後衛嗎 是吧 尤其是右閘 尤其是右閘 難聽說 很慘 很慘 沒有位置 沒有速度 什麼都沒有 照計這些水平 不可以蠟燭和馬 對 對 我覺得很奇怪 經常失禮 前面入三球 後面又失去三球 那你怎麼辦 這不是王馬風格 不可能 不可能 對著上次那雙什麼 那雙切而達 還是很普通 你都失去三球 對著巴塞 對著馬踢會 你有夠膽嗎 對嗎 所以後面都很重要 後方也很重要 後方也很重要 嗯 再撿一撿 後方呢 嗯 黃馬 都是有危機 很難保持那種王者的位置 是的 即是有些危機 真的 我覺得有些危機 巴塞 沒有了魅斯 進攻能力 我覺得都是差了些少 即是做波 都是差了些少 你覺不覺得 我覺得影響不是那麼大 不是那麼大 那麼緊要 即是他是一個 怎麼說 即是一個明星 是吧 有時候 可能 一些進攻的集中 在他中心上 即是這個是一個 但我又不是否定阿興哥說 即是說是差了些 但是沒有預期之中那麼差 那是吧 因為為什麼呢 他現在 加了一些球員下去 他的球員的活力 活動能力 是強的 但你畢竟李斯都老 畢竟也是老 那如果在巴黎聖銀盤 他夾那些快 尼瓦更年輕的 就好看 你說如果好像巴塞 就是維持這樣踢 就是以他做重心 我覺得就是 是 是 是要是時候改的 這個是時候改的 不過你是否這樣踢他走 這個就是另一個問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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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說你有一點時間 就是我個人有一個心願 為什麼呢 上星期如果我們做過的話 我們都要講講就是 奧勒 或者梅勒 梅勒 梅勒 這個西德的時候 是一個正前鋒 路一輩的球員識 才看過他 我就看過他 來過香港 但是新一輩的球員 未必認識他 但是他奇怪的地方 我想他那個風格 現在都找不到 就是基本上他踢前鋒 正中鋒 是 你整場球都沒有看到他 但是他突然間就有一個球 他突然間就有一個球 還有他不是 他沒有遠射的 他全部差不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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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很快 但是他的把握能力 他的判斷是很準的 是啊 是啊 我最深刻就是 他74年對荷蘭那場決賽 是 他踢了 其實那個球尾到他的腳 是 但是他踢了後圍 那個位 一壓開他 一踏到 就立刻起腳 就踢到那個球 就掛到那個球 是啊 那個球不漂亮 不好看的 但是這個球員的特性 就是他的球全部都不好看的 哈哈 但是就是入球 因為他大隻 又粗 但是他又不是高 是啊 五呎九 就是他好 如果以歐洲的正宗 來說 就是比較橫一點 但是他很快 是 就是快的 才不是他短拋快 而是他踢過身位 還有他轉身 那些快 觸覺啊 這個球員其實 到現在很少見的 是啊 現在都不是 不多 不多 是 現在 是 知道 知道 那你當年看不看他 有沒有看他 是 我都是看西德多 是啊 你喜歡西德波 是的 西德波 幾隊都什麼 巴西啊 西德啊 當然了 也不用說 意大利啊 幾隊 荷蘭啊 荷蘭 荷蘭就稍微後期 後一點 後一點 如果譬如說 我們看球年齡做 60年代 巴西西德 意大利 意大利 那時候還高西德的線 高一點 高一點 經常吃著他 然後荷蘭就沒有起 荷蘭打了一場多 都比西德吃著他 但是荷蘭他因為好看 為什麼呢 他是進攻型 是啊 進攻型 不管你對什麼 他都是義工 尤其是高魯夫和尼斯根斯 那段時間 有什麼普利啊 那些 多厲害 鍾成熊 高魯夫一 踏了一堆的球 其他的已經 已經動了 已經走了 是啊 那時候看荷蘭波 也是 我們那時候沒有看過這些球 哇 真的很不同 很不同 巴西又不是 猜猜猜猜猜猜 猜猜猜猜猜猜 以前呢 我們最好看的是 是慢慢快 慢慢快 他有個折牌 就是他跳舞 是的 荷蘭那些就快快快快 荷蘭不理你了 一個拿球 其他就走 是吧 那不同的看法 是 刺激 看荷蘭波 還有他又不是沒有技術 是 他又是 柳德有 他又不是很好運 很多大賽都打進去前面 沒有 而拉命 每次 一個輸給西德 一個輸給阿根廷 兩次都 輸給阿根廷最不低 真的輸給阿根廷最不低 普利在禁區外射 一腳球又中處 如果不中處 贏了球球 可能改寫荷蘭戰績 阿興哥老實說 你喜歡看那時的球 還是看現在的球 我喜歡看以前的球 技術各方面都有 刺激一點 我也是 我喜歡看以前的那些球 我喜歡看以前的那些球 我真的好看 我真的不怕賣 我看過以前的那些球 有瀟灑 有好看 有娛樂性豐富 有球味 有英俊 暫中都要表演一下 對 表演一下 等一下小事 我們要講講 殘奧 開幕 我相信 跟之前奧運的比 大家注意的程度一定差很遠 但我相信 都很體諒到運動員的那種艱苦 當然 其實不應該好像有這麼大距離 我覺得每一個運動員都值得尊重 尊敬 我更加尊重這個 他們訓練給其他正常的運動員 要辛苦多少 要付出多少 我更加尊重他們 真的 所以有得看我一定看 我是很欣賞他們的鬥志 那方面 大家都應該 他看的時候 都去想一想運動員後 背後那種辛酸 辛酸 真是血淚 真是血淚史 真的可以吃 真的有血有淚 有些人要自己貼錢出來做訓練 是的 但是我聽說 很多地方有獎金 不要說獎金 走了數了 走數嗎 走了數了 那句話是鼓勵的 走了數了嗎 走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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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現在走數沒有人吵 從來都沒有說過 沒有人公佈的 當然沒有人公佈 他自己說了 他說他鼓勵一下 哦 即是鼓勵他們 是的 鼓勵一下 不要說真的要付 這些是經歷過很多 唉 真的有點失望 不要失望 是這樣的 世界是這樣的 我覺得體育這件事 首先第一是講自己的興趣 即是怎樣艱苦 為何要做這件事 就是因為你是不能做的 是吧 對 第二是有興趣 對 對 譬如我們認識那些打拳 那些 哇 打個整身商界回來 休養客又上台打過 那你說什麼 你說很多獎金當然不是 打到 喂大哥 真的都不夠給醫藥費 對 但是照樣打的原因 因為你真的喜歡做這件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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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才是令人喜歡看 因為你在裏面 是一個人 他願意為自己的興趣 為自己的理想付出 所以 殘奧運動員 我更加欣賞他們 就是 他們不是 就是給你健全的和不健全的 差很遠 是吧 就是難度各方面 訓練各方面 是吧 難度更高 是吧 就是 希望 就是 政府或者有關人士 應該更加要重視他們 更加要給些鼓勵他們 那些 首先是觀眾的層面 我們市民的層面 可以去支持他們 那你現在都不播 有些都不能播 是吧 那你就是很不公平 好 今天我們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